成王执政以后 周王朝依旧保有相当强悍的军事实力 尽管后世儒家将西周早期的文献当中 偏暴力的内容选择性淘汰 但依据现存文献当中的某些直言片语 以及现代的考古资料 我们还是能够大肆感受到 西周早期那种浓郁的上午风气 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早期周王朝的扩张过程 以及扩张方向上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当地群体的心态 诗经中的大东一诗大致上创作于西周时期 但并不是由单一时间点上的单一个体独立创作而成 他可能有着上百年的创作周期 经历过数不清的二次创作 所以从内容上来看 大东的前半端和后半端就像两首不同的诗 不过这首诗不管是在前半端还是在后半端 都应用了大量比喻的修诗手法 比如用盛满饭食的容器和光芒四射的天河 来预指富饶的东方社会 用长柄木勺 伸着补网运行在天道上的必秀星象 和形似长柄勺子的南斗星象 来预指坐镇在遥远稀土地区 却不断掠夺着大东地区社会财富的周王朝 还有用星象运行的天道来预指地上的周道 用不能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星象来预指 好话说尽却不能够为东方社会创造价值的周人贵族官员 大量的比喻 生动的描述 精致的文风 这似乎不是七周时期的民歌民谣 诗经将这首诗画归小雅 而不是国风 也说明了 这是一首由贵族人员创作并长期使用的诗歌 但作为创作者跟使用者的这些贵族 恐怕并不是周人 从考古上来看 珍珠门文化人群 作为西周早期的正宗东夷人 经历过殷商政权数百年的持续打击 社会发展程度并不高 生产力水平较低 没有独自成立政权的能力 而东夷人的生存范围 在珊珠周初的混乱时期 曾经大规模地向西扩张 在《史料记载》当中 来国这样的东夷邦国 还对初建的奇国产生过严重的威胁 似乎可以推测 珊珠周初东方地区存在的大量地方邦国 其统治阶层不变为殷商贵族 或者是殷商化的东夷贵族 当地真正的东夷土著人群 作为被统治者生活在这些邦国当中 在殷商席贵族统治者的控制和鼓动下 长期致力于推翻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 周王朝把这些东方的敌人 犯称为东夷 我个人猜测 大东这样的诗歌 可能就是由这些东夷邦国统治阶层里 吟赏起贵族们创作的反动宣传品 用来引导东方地区的民众 把对生活的不满转移到 从西土关中地区发展起来的周王朝身上 在西周早期 东方地区一直没有彻底安定 即使周公已经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开展过大规模的东征行动 也不能一次性的彻底消除全部的潜在反抗势力 剩下来的这些殷商以及东夷云孽当中 距离西土地区比较近的那部分 虽然基本丧失了掀起大规模叛乱的能力和胆量 不再能够威胁到周王朝在中原核心区的统治 但还是能够在背地里搞些小破坏 同时传播一些负面言论 距离西土地区比较远的那部分 对于周王朝就没有了那么多的忌惮 不同的不足邦国可以互相串联 反复冲击周王朝控制的地区 作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 泰山以北的齐国 为了在当地阴商化东夷政权的反复冲击下生存下去 选择在文化制度和生产方式上几乎完全阴商化 而泰山以南的鲁国生存环境也非常恶劣 怀疑、徐疑等敌对势力长期威胁鲁国安全 鲁侯秦刚刚到任的时候 国都屈服的东门外就是前线 在西州早期 齐国选择将去世的君主运回到西土洲邦进行安葬 鲁国选择在国都屈服以西 更靠近济水水系的看义地区建立公墓 用来安葬去世的国军 七鲁两国的前几任国军都没有安葬在国都附近 而是向西安葬 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西州早期大东地区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 为了对付东方的反抗势力 改善大东地区的安全形势 周王朝不仅派出了太公旺和鲁侯秦等核心贵族坐身前线 建立邦国以求实现对大东地区的长期统治 还经常性地派出殷巴师等中央直属部队 和齐鲁等国的国师部队相互配合 共同征伐东夷 实际在征伐商演的事件之后又记载了陈王习怀疑的事件 应该可以看作是陈王亲自主持的大规模独立军事行动 西州早期青铜器名文上有东夷大反 以及大量伐东国伐东夷伐反夷的记载 周王本人和太保、民工、国茂府等重要直升贵族 都曾经担任过周王朝出征部队的统帅 虽然具体青铜器的年代难以确定 周王朝征伐东夷的过程没有办法完全复原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早期的周王朝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东方 采用高强度的军事征伐来维持王朝在大东地区的统治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 陈王在位时间共22年 从在位最后一年的4月初开始 陈王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即将抵达生命的尽头 4月甲子日 陈王清洗了脸和头发 服事人员将免服务披挂在陈王的肩上 陈王倚靠着预知的平机 召见了少公室等王朝核心军政管理人员 陈王表示 自己病情加剧已经不久于人世 所以要及时留下遗言 希望各位俯臣代为转达给四王 并辅佐袁子昭 保障王朝度过自己去世后的这段困难时期 要善待远近臣民 安定大小诸侯邦国 保证袁子昭不做出不符合以理规定的行为 陈王发布完遗言之后 群臣将陈王的礼服取出 并陈放在中庭 第二天 以丑日 陈王去世 在使用繁琐的仪式 安葬了陈王以后 袁子昭即位为王 也就是康王 青铜器名文里出现的修王也是他 康和修这样的文字 所体现出的可能是康王在位前期的西民政策 大概在陈王在位的后期 东方地区的反抗势力被大量的镇压 东方邦国反抗周王朝统治而引发的战争越来越少 规模也越来越小 所以到了康王时期 大规模的战争所带来的兵役蒸发也相对变少了 庶民得以在比以往更为和平的大背景下安居乐业 除了减少兵役 康王时期的王朝中央还在努力减少劳役的蒸发 甚至限制各地的诸侯国过量使用劳役 晋侯就曾经因为建造公式建筑过于华美 而被康王派人严厉申斥 成为了史料中有记载的反面典型 而在西民政策施行的同时 康王时期最重要的政策还是与王朝的对外扩张有关 在东方地区 尽管战争的数量相比之前的时期要少 但并不代表就完全没有战争 康王在位后期 鲁侯秦府去世 儿子考工求即位 鲁考工即位四年以后去世 弟弟杨公西即位 武杨公在位时期 鲁国征讨东夷帮国取得了比较大的胜利 基本解决了屈府东郊地区的威胁 并将鲁国的政治中心由屈府的西城搬迁到了东城 而康王在位后期的周王朝中央 也曾经大规模的征伐东国 根据《班轨名文》中的记载可知 在某次征伐东国的战争当中 毛公统帅主力部队 吴伯统帅左翼 吕伯统帅右翼 规模庞大的东征部队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了东国地区 在东南方向 周王朝的势力越过了淮河 控制了朝湖地区 前锋甚至可以推进到长江南岸的宁镇地区 在北方 周王朝又不止一次的征伐鬼方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并铸造了大鱼鼎等青铜重器来纪念这些胜利 综合来看 康王时期的周王朝扩张势头依旧迅猛 而为了更好的控制边缘地区 康王时期有大量的芬芳诸侯 直到春秋时代 人们都认为 康王时期最重要的功绩是 并建母帝 一翻平州 现今可以考证的西州诸侯国里 出封于康王时期的似乎并不多 但是在康王时期异地改封的诸侯国却不少 比如康书渝的儿子谢在康王时期被改封为晋侯 行国在康王时期被迁移到了如今的秦海地区 渔国贵族姨侯测在康王时期被分封到了长江南岸的宁镇地区 这个遗国大概就是后世的吴国 而除了在北方、东方和东南方向进行扩张以外 周王朝还试图向周南方的江汉平原地区渗透 根据考古成果推测 西州早期似乎并没有有效控制南洋盆地一带 而是以如今的信阳、周口、平顶山一带为基础 通过大别山区的山间通道进入江汉平原东部 在隋找走廊一带分封了曾、鄂等诸侯国 并进一步与江夏地区的地方族群势力进行联姻 通过这种方式对当地施加影响 既已实现间接的控制 康王时代周王朝还举行了一次分工之会 作为与西洋之艘性质差不多的天下诸侯大集会 再次向天下展示了周王朝强大的号召力 标志着周王朝已经进入了发展与扩张的巅峰状态 康王时期 太公望、少公氏、毛医公、鲁侯勤等经历过周王朝创业时代的重要人物相继去世 约公元前995年,康王本人也去世了 儿子霞即位,也就是周昭王 昭王即位时,王朝体系在经过了近50年的蓬勃发展之后 越来越成熟、稳定 而周王朝在前50年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扩张的基础上的 不断的扩张为周王朝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财富 同时也向外转嫁了矛盾 因此,周人贵族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保持着和谐与团结的状态 周王即位的时候 周王朝在其他方向上的扩张已经接近极限 继续向周边资源匮乏的地区扩张只会得不偿失 于是,向南方江汉地区扩张 并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资源 成为了周王朝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而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将在下一期视频当中进行叙述 我们将在下期视频当中进行叙迹